2022年10月21日,大脚星人理事会,你们是星际团队的一员,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,一者,扬声传导。 大家好,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你们联系,我们对你们要对我们说的话非常感兴趣,当你们联系我们,告诉我们你们需要什么,你们的感受,以及你们对地球上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时,请不要觉得你们在打扰我们或浪费我们的时间。 我们想听听你们的意见,现在,因为我们是一个非物质的集体,我们本质上是意识,因此,对于我们一次能吸收多少资讯,我们没有任何限制,无论你们每天联系我们多少次,我们都能听到你们要说什么。 有了所有这些资讯,我们可以更好地制定战略,围绕向你们发送什么能量,打开什么门户,建立什么联盟等等。 你们是我们迎合团队的一部分,对我们来说,你们是外星人,尽管我们知道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存在于我们的恒星系统中。 我们知道团队合作的价值,我们希望你们也认识到这一价值,我们也希望你们重视自己,我们希望你们将自己示威这个团队的重要成员。 你们都没有在地球上制造出无数的问题,你们都去那里解决问题,找到解决办法,提高意识,让全人类都能做到这一点。 因此,你们和我们一样,只有你们在肉身上,你们是地面部队,我们是非物质的支持人员,我们都在一起,地球上的所有问题都是你们从银河系其他地方继承的问题。 因此,没有一件事,也没有一件在那里造成的巨大混乱,真的是人类的错。 但是,当然,你们必须在生活中相信,为了感受到一些东西,你们必须先感受到一些消极的东西,才能感受到一些积极的东西。 我们允许你们感受到积极的情绪,更高的振动,我们希望你们尽可能地对自己感觉良好,因为你们在那里,为团队带来这些积极的情绪和更高的振动。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所要做的就是敞开心扉,接受我们的帮助和我们提供的帮助,以及我们这个小联盟中的其他存有和集体。 现在不是你们为自己作为一个集体所处的位置感到羞愧的时候,但相反,我们希望你们认识到,你们是那些在那里让所有能量进入的人,这些能量将为人类服务的最多。 你们在那里是为了让他们落地,让他们对你们的人类同胞可用,我们将留在第九维度来帮助你们,我们的建议箱永远是敞开的,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 2022年10月21日,天堂来信,世界和平,传导Glory O'en-Droff,译者,扬声传导。 上帝说,醒醒吧,瞌睡虫,这是地球上新闻名的曙光,你们是其中的一部分,你们是世界的公民,是天堂的先驱,你们出生在人类事物中的一个吉祥时刻。 你们来到地球是作为来自上天的祝福,想一想,会不会是别的呢? 接受你们是世界和平的使者,这个世界一直在呼唤和平。 什么是斗争呢?只是和平的呐喊吗?什么东西和斗争一样强调和平吗?当和平不为人所知时,骚动就会产生,骚动会演变成斗争。 有些人似乎渴望斗争,但他们在开玩笑,他们幻想着一个敌人,他们推测敌人的终结会带来和平。 和平是你们的心境,斗争也是如此。 你们可能在绿色的牧场上,仍然感觉到敌对的情绪,你们可能处于斗争之中,但仍然感到平静。 你们相信有人会在斗争期间感到平静吗?也许是外科医生吗? 即使在斗争中,他也不会疯狂,想象你们是一名外科医生,然后保持冷静。 即使在平静中,你们也可能需要提醒自己保持冷静。 如果有人能平静,为什么你们不能呢?为什么你们现在不呢? 斗争的结束是和平,战斗不是斗争的结束,这是开始,也是继续。 武器可能会停止,但和平仍然无法统治。 在这个相对对立的世界里,你们经常喜欢面对对立,你们可能会说你们不喜欢,但你们还是喜欢他。 你们的血液在流动,你们变得警觉起来,你们觉得很兴奋,你们就像一个拳头紧握的斗士,你们发现反对意见很刺激。 然而,协定给你们带来了另一种能量,什么是协定? 协定是和平的,即使不是完全和谐的。 你们知道,没有必要对每件事都达成一致,除了和平生活,没有必要就任何事情达成一致。 和平是你们的,和平没有那么引人注目,你们不能煽动他,你们只能意识到并欢迎他,让你们的生活像一个即将到来的周末。 周末是休息和享受的时间,让你们的一生成为一个周末,让你们的一生成为一条缠缠的小溪,而不是急流。 亲爱的,让生活充满活力,不要强占它,你们不需要粗糙的东西。 如果没有意识到需要控制,斗争会存在吗? 如果你们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自由的概念,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是自由的,没有斗争嘛。 现在把自己从斗争中解放出来,你们不可能拥有比你们现在有的更多的信任吗? 你们能更信任自己吗? 即使你们不相信这个世界,你们能相信自己和上帝赋予你们的照亮世界的能力吗? 只要在生活中散发出光芒,你们现在正在辐射一些东西,你们思想的振动是深远的。 多考虑和平而不是斗争,抱怨斗争不会带来和平。 和平带来和平,做你们自己的净水,躺在旁边,现在宣布和平,默许世界和平。 亲爱的,你们对自己和你们所感受到的和平或动荡负责,你们也要对世界和我负责。 这不是为了让你们感到难过,这是为了让你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。 我选择你们是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,把和平带来。